喂 喂 怎么变语音了 我今天忘冲电卡了 宿舍都是黑的 你今天训练怎么样 听说江大设计队很强 确实 差距还挺大的 你别太有压力啊 成绩都是积累来的 你就是需要时间 我知道 你呢 今天都忙什么了 这么忙 连电卡都忘记冲了 我 我今天坑了我哥一顿大餐 吃得太开心了 回来就忘冲了 这么喜欢 那等我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再去一次 好 你今天训练一天肯定也累了 那你早点休息吧 我不跟你唠叨了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 晚安 拜拜 来了 患者的血液指标啊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只要一天不算手术 风险就始终存在 这点我去跟他说 除了这个 患者需要好好静养 这段时间一定要避免他的情绪 起伏过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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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快 我 好 好 滿足的 好 很高 好 好 好的 你不说话 我当你同意了 那我跟医生商量手术时间 你怎么来图书馆了 找你半天 电话也不接 我要查一些医学资料 跟医生说的一样 手术风险太大了 只要触及到动脉 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我妈有个朋友 叫何中华 是普城肝脏外科的一把刀 我查了一下 她做过跟阿姨 类似情况的手术 而且还成功了 所以我在想 如果能请到她做主导的话 那手术风险肯定能大大降低 如果你同意的话 今晚我跟我妈聊一下 我当然同意了 但毕竟是我妈的事 我还是先跟我爸说一下吧 行 雨晶 雨晶 你怎么来了 这个手术风险很大 所以不能出任何意外 我记得之前吃饭 郭阿姨有个朋友 是肝脏外科的权威 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 让她给我妈做这个手术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你也不是不了解你妈妈的性格 她要是万一知道了我帮她 找的医生 她肯定不会接受啊 所以先瞒着她呀 现在的重点是哄着她做完手术 我 怎么了 你不方便开口吗 你知道 现在求人办个事有多难吗 再说了 那 那也是那关阿姨的朋友 我总共就求了你两次 上次是高二的时候 我求你把我留下来 你拒绝了 这次是我妈的命 难道你的人情和面子 比她的命还重要吗 你回来了 正好饭熟了 我今天给你炖了你最爱吃的花椒 来 熬了三个小时呢 来 快尝尝 怎么样 好喝 好喝 老孟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也 也没什么事 你看你有什么事 你就说嘛 吞吞吐吐的 到底怎么了 是这样 今天呢 林雨晶来找我了 说是 林芷的肝脏上长了一个血管瘤 这么突然啊 严不严重 说是还挺严重的 而且这个血管瘤啊 还挨着这个动脉 手术风险很高 一般的医生呢还做不了 好 我记得你有个同学 嫁给了一个肝脏外科的专家 还挺有名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 她的手术排期 能不能 帮林芷加一台 行 那我去打个电话 小妹 谢谢你啊 林芷呢 是我前妻 按理说 不应该跟你开这个口的 你看你说什么呢 这是姓名攸关的大事 再说雨晶这孩子肯定都急坏了 咱们能帮点试掉 不去打电话吗 别急 喂 雨晶啊 医生呢 我已经联系好了 你把你妈妈的这个各项检查报告 拍成照片 要清晰一点啊 然后发给我 我先拿给医生看一看 好 我马上发给你 那个 爸 谢谢 你自己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记得按时吃饭 听到没有 好 好 哥 专家的事搞定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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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